大家好,这里是穷奢极欲 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说起人口过亿的国家 一般朋友很容易就联想到美中与印度 但领土横跨亚非两州的埃及 总人口数也在2020年正式突破一亿大关 这国家的人民分布相当奇特 在全国总计一亿人口中 有高达9成8的人民 集中居住在4%的国土上 为何埃及会出现如此极端的居住分布形态 这又会对该国构成哪些影响 本期影片就从埃及的迁都计划说起 埃及的国土面积大约有100万平方公里 但在全国一亿人口中 却有9800万人 住在大约4万平方公里的尼罗河谷地 与三角洲地带 该国长期以来的首都开罗 位在三角洲的顶点位置 面积大约只有600平方公里 其中却居住了将近1000万人 人口密度在世界各大都市中排名前三 埃及政府为了舒缓开罗的人口压力 2015年宣布迁都计划 要在距离开罗东部45公里的荒漠地区 打造大约700平方公里大小的新首都 而这座新城市的名称相当简单暴力 就叫做埃及的新行政首都 起初埃及预计投入450亿美元的建设经费 后续再追加250亿美元还不够用 最后埃及政府还向中国申请了30亿美元的贷款 打定主意要在沙漠中创造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 根据埃及的官方计划 新行政首都将是该国政府部门的所在地 此外还规划了21个住宅区域 以及25个商业专用区块 商业区内将有高耸的摩天大楼 其中最高建物就叫做标志塔 这座高塔由中国建商承包建设 总高度为394公尺 号称非洲第一高楼 此外这里还建有国家体育场 共设有9万3千个座位 至于体育场的外观也别出心裁 埃及政府并没有忘记 他们身为文明古国的形象 体育场的设计灵感 就来自古埃及王后纳福弟弟的头饰 至于硬提基建方面 埃及策动了大批工程人员 在沙漠地区开发大型太阳能发电厂 总占地大约有90平方公里 预计能满足新都三成的电力需求 该国还跟德国西门子集团 合作开发高铁路线 一路连通地中海与红海沿岸 埃及的新行政首都 预计将能容纳650万人口 政府部门在2023年展开搬迁工作 但在新都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 却隐藏着该国严重的人口问题 我们把镜头转到开罗的阿布坎 这里是当地最大的棚户区 此处的基础建设相当缺乏 不少贫困的居民只能以回收业为生 整个大开罗地区曾有300多个贫民窟 其中就包括知名的亡灵之城 后者坐落在大开罗的东南区 2014年时曾因外媒探访而生命大造 在当时的报道中 记者发现有多达50到100万居民 直接就住在墓地中 有不少人从士殡葬业 也有人在附近的街头贩卖小吃 许多在当地出生的小孩 就在墓碑之间度过他们的一生 这些贫民窟大多出现在1950年代 当时的埃及人口往都市集中 其中不少人被迫牺牲在居住条件极差的地区 虽然该国政府近年大力推动贫民窟拆迁计划 但人口压力却不减反增 2020年 埃及统计局大楼外的人口计数器 首次出现九位数的数字 这代表埃及已晋升为人口破亿大国 但该国的政要却对这个状况忧心忡忡 像是总统赛希就呼吁 社会大众应该要对人口膨胀有所警觉 他表示如果人口的成长率不变 埃及到2050年将逼近2亿人口 届时国家必须投入更多资源来照顾人民 而民众将会过得更加贫穷 纵观埃及的人口趋势 问题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层面 其一是人口分布过度集中 4%的领土要负担全国9成以上的国民 造成这个现象的主因 在于埃及的地理环境 埃及的国土可以分成四大区域 其中西部、东部与西奈半岛大多属于沙漠地带 这些沙漠自古以来就是埃及的天然屏障 但由于环境险恶 向来人烟稀少 只有少数游牧民族牺牲于此 绝大多数的埃及国民都住在尼罗河谷与三角洲地区 尼罗河是世界最长的河流 全长大约有6650公里 比第二名的亚马逊河要多出250公里 从西元前3000年第一位法老登基以来 主导埃及地区的政权几乎都位于尼罗河流域 到了1950年代 埃及进入工业化阶段 进一步加剧人口集中的趋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埃及的制造业并不发达 但战争阻断了国际贸易 虽然一度造成埃及国内商品短缺 但也促进该国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 当时的埃及人为了谋生 前往尼罗河流域的几大城市找工作 像是大开罗地区 从1947到2006年 人口就从300万人增加到1600万人 然而 这条曾经孕育埃及文明的河流 过去半世纪却出现两大隐忧 首先是气候变迁影响下 河水的流量减少 联合国粮农组织因此警告开罗 未来埃及的农业 制造业与家庭用水 竞争的状况会更加激烈 第二个隐忧是地中海的海平面上升 将淹没肥沃的宁罗河三角洲土地 以及挤在当地生活的人民 联合国估计 地中海的海平面只要上升一公尺 就可能导致广大的三角洲地区 有高达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淹没 世界经济论坛更预测 临近地中海的埃及第二大城 亚历山大 很可能会在2100年前消失 人口过度集中在部分区域 对环境构成的压力更大 也会导致整个国家 对自然风险的耐受度下降 种种问题迫使埃及政府 近年多次拓建新城市 但最核心的人口膨胀问题 却始终困扰这片土地 1980年 埃及的总人口还只有4300多万人 然而才过了20年 就成长到7137万人 增长幅度是惊人的六成 从2000年到2020年 埃及的人口又增加了2863万人 成长幅度同样也有四成之多 虽然涨幅呈现收缩趋势 但联合国专家认为 埃及的经济发展 完全跟不上人口成长的速度 导致该国有三成人口 活在贫穷线下 面对人口压力 埃及政府并未袖手旁观 但成效始终不如预期 摊开该国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在1960年代 人口成长率高达2.6% 1970年代为幅下降至2.2% 但在1980年代又回到2.7% 直到2017年后 才正式降到2%以下 在这段过程中 埃及政府曾试图推动计划生育 但却遭遇以下几大难关 首先是计划生育 抵触传统民情 主打埃及乡村地区的居民 普遍不认同政府的二胎政策 加上埃及政府 施政强制力实强实弱 导致该国的妇女生育率 下降幅度不如预期 以2020年来说 当年埃及妇女平均生育的胎数 仍接近三胎 第二个难关在于人口基数过大 即使妇女生育胎数下降 总体的人口成长率 却只能缓慢下滑 专家预估 未来埃及即使把平均生育胎数 降至二胎 但占总人口比例三成的 新少年人口 仍将在未来几十年间 持续推动该国国民人数成长 第三个问题 是埃及的基础卫生设施不足 即使政府试图推动计划生育 但民间却没有足够的 卫教宣导人力 而避孕药也时常出现短缺的问题 总结来说 埃及作为人口过亿的国家 但经济与基建 无法满足人民的就业与民生需求 极端的人口分布方式 更加重该国城市的负担 当前埃及的人金GDP 只有3700美元 其中有三成国民属于贫困人口 城市失业率高达10% 别说人口红利 没被庞大国民总数拖垮 埃及或许就该感谢祖宗宝币 好了 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